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什么呢 叫做量入为出 就是我根据我这一年收入多少来制定我的支出的项目 收入多少支出多少 达到一个收入支出的平衡 那么鸦片战争之后 亲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很大困难 亲政府这个度支原则发生了一个变化 不叫量入为出 叫做什么呢 叫做量出求入 就是看我这一年我要支出多少 包括战争的经费 对外赔款 支出多少 然后想办法去增加财政收入 来增加税赋 开辟财源 改成量入为出 变成量出求入 那么后来亲政府发现 这样做 亲政府的财政会发生一系列的这种困难 发生危机 那么这样呢 到了这个1909年1月 亲政府提出了一个清理财政的六项措施 要清理财政 那么这个六项措施是这样 那么首先一点 就是凡是要大借外债 借外债 移归杜支部主持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后再向外国借债 这个借债的权力不再给地方了 要由中央来对外借债 就是全部归中央的来控制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在京的各个衙门的所有的所筹到的款项 移归杜支部经手管理 各个衙门你筹来的这个钱 都要归杜支部财政部统一来管理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各个省的银号 移归杜支部随时查核 各个省的这个地方性的这种金融机构 要由亲政府的杜支部来进行考核查核 第四点 各个省的有关财政的事情 要随时的资报这个杜支部 以便杜支部来进行考核 那么第五点 各个省的管理财政的翻思 就是不正式 要归杜支部来考核 那么也就是说 要把各个省的这种财政官的考核权 从地方都府那儿 重新收回到中央 收回到杜支部 这是第五点 第六点 凡是过期 不去报告各个省的预算决算的 要给予惩处 提出这么六点 整理财政措施 那么亲政府的这个整理财政措施 它的目的在于什么呢 就是要加强中央杜支部 对于全国财政的这种宏观的这种监管 对于各个省 这个财政都要进行监管控制 改变新政府原来的 量出为出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量出求入 改变这种杜支原则 要建立起一种什么呢 建立起一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编制预算决算的财政制度 那么在这么一种思想指导之下 清政府在1910年和1911年 曾经编制了宣统三年和宣统四年的 全国预算决算案 有个预算决算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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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那么表明这个时候 清政府呢 他希望整顿财政 按照西方的这种财政体制 是吧 这个来改造过去清政府那种财政制度 那么在这个前后 清政府还颁布了一系列的一些 这个有关财政货币的一些这个制度 或者规章 你比如说颁布了 叫做银行通行责利 就是银行 是吧 应该怎么管理 银行通行责利 银行 银钱票 攒刑章程 离定币制 着泥责利 造币厂张成 就是造币厂 造钱的 造币厂张成 兑换纸币责利 等等 那么清政府是希望什么呢 希望通过这些金融 币制方面的改革 是吧 使他呢 能够适应新建立起来的 中央的财政体制 由清政府建立起新的 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 是由杜之部来建立全国的这种财政 是吧 要编制预算决算 是吧 那么在币制金融方面做一些改革 使这二者之间 能够达到一种互相适应 互相促进 这是清政府当时一种主观设限 那么但是由于种种的主观的 或者客观的原因 所这种影响所制约 那么清政府这种新型的财政体制 还没有建立起来 那么旧的财政体制呢 已经瓦解了 那么在这么种情况之下 就突然爆发了刑害革命 那么新政 这个突发这种辛亥革命 就是打破了清政府原来这种财政体制改革的这种步伐 或者清政府的 这种财政体制这种交替的这种状态 没有办法适应 这种突发的 武昌起义这种突发事件 那么通过以上所讲这些内容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清政府的这种半殖民地性质的这种财政 是吧 本来就缺乏活力 我们前面讲到了 清政府的财政就有一个半殖民地的性质 所以这种半殖民地性质的财政 本来就缺乏一些必要的一些应变的能力 缺乏一些活力 而这个时候 清政府的财政体制 又处在一个新旧交换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吧 不健全的这么一个财政体制 那么这种财政体制 就使得清政府的财政 就更加显得 它缺乏一种应变的弹性 就是应变能力就更差了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清政府的财政 一旦遇到了内部的 或者外部的一个什么政治危机 那么这个财政很自然 就会一蹶不振 那么就很难避免 走向彻底崩溃的这么一条道路 那么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一个问题 清政府的财政 为什么在新汉年会崩溃 是吧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由于清政府 他的财政表现出了一种半殖民地性质的色彩 而这种半殖民地的性质的色彩 导致了清政府的财政 缺乏一个必要的应变的能力和弹性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下面我们接着讲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 新汉年清政府这个财政彻底崩溃的一个原因 下面我讲第二个原因 那么清政府财政的这个崩溃的第二个原因呢 我认为啊 是这个地方都府 坐拥地方财政的制约 这是第二个题目 地方都府 坐拥地方财政的制约 我们讲到清政府这个财政崩溃啊 除了前面我们所讲的这种 清政府财政这个半殖民地的色彩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就是什么呢 就是武昌起之后 各个地方的总督巡抚这些地方大员 是吧 就凭借着他们所掌握的一些军事实力 财政实力 以自重 就是对清政府这种离心的倾向 这种离心的倾向 使得清政府这个财政危机 更加雪上加霜 就是更加严重 也就是说清政府的这些地方都府的 利用财政 或者这军事实力 这种 这种离心的倾向 使得清政府失去了一个统一调度 调配全国财力 以缓救急的这么一个办法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想结合着武昌起之后 一些基本历史事实 来做一个论述 做一个分析 那么武昌起之后 直立的总督 他们这讲 说直立省地处地位非常重要 是要拱卫神经 保卫北京的 山东的巡迫说 山东是京畿的门户 也很重要 对吧 陕甘总督讲什么呢 陕甘总督讲说 自己呢 是空域西北平沪中原的一个屏障 那么东三省的总督强调什么呢 说东三省啊 是要巩固根本 东三省是清王朝的根本 它的发祥地 是吧 四川省的总督讲什么呢 说我们这个地方是地处西垂 扶原辽阔 为直省观 西南空域蛮夷 说四川省这个地方非常大 是吧 控制西南这个蛮夷 都是在强调自己这个省 自己所在的地方 它的地理位置 政治这个地位的这种重要性 那么这个各个地方的总督巡抚 为什么要强调自己本地的重要性 关键在于 它要通过这些 是吧 向清政府来请兵增享 要求清政府向他这多派兵 是吧 要多发军饷 多拨军饷 那么在这其中 有些地方 确确实实是由于兵力不够 叫做兵单显馈 是吧 那么确确实实需要增加一些军事实力 那么但是 有很多人 是什么呢 是想借机 向清政府那儿 要更多的军饷 要更多的钱粮 来增加自己的实力 来应变 来应付这个国内外变局 应变 既可以对付清政府 也可以应对革命派 也就是有很多人 想借机呢 从中呢 捞取个人的更多的一些利益 那么地方都府的这种做法 很明显 就会使清政府内部 是吧 自己混乱 自己波澜 削弱清政府 他这种 镇压 这个革命的这种能力 是吧 那么这个清政府的地方都府 除了直接向清政府 要求请兵 增享之外 是吧 那么他们还知道 种种理由 想办法呢 去获得清政府的各种的这种财权和财源 财政来源和财权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看这么几个方面 那么一个方面 就是各个省的总督巡抚 或者呢 是想方设法 提取造币厂当中的 还没有投放到市场上的这些 这些钱币 造币厂还没有出厂 没投放到市场上来 那么他们要攫取 那么甚至连造币厂的一些造币的注本 那么也被他们提取了 那么还有些人 把这个造币厂当作一个 无中生有的一个裁员 是吧 要求把这个造币厂归自己来管理 由自己来管辖 你比如说 这个两将祖督张生俊 就曾经致电给清政府 说什么呢 说我是当地的封家大利 我负责有筹兵 筹响 是吧 镇压起义的这个责任 说我责任很重大 因此要求清政府 把原来属于杜织部来管辖的 这个江宁造币厂 江宁造币厂 暂归仁郡管辖 把这个江宁 江宁就是南京这个造币厂 归谁管呢 就是不要再归杜织部管了 由我张仁郡来管辖 干什么呢 以一事权而知大局 这是地方都府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还是在拼命的抓 清政府的财权和财源 那么这是第一点 反映这个地方都府 那么想办法 是吧 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财政实力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各个省的总督巡抚 纷纷要求 由中央来借款 拨交给地方来使用 你像山东巡抚 孙宝奇 他就提出来 他说呢 应该由政府出面 商借外债 然后呢 分配各省 就是 中央你去借款 然后分配给各省 那么各省来取得这个财政的一个使用权 那么像其他各个省 像东三省的总督赵尔逊 两江总督张神俊 是吧 那么他们也提出来 或者向清政府打电报 要求 要求什么呢 说如今时借款有着 请先拨现银一百万两 说北京中央 你如果说借到款了 请你先向我们这个地方 是吧 两广 或者两江地区 或者东三省地区 先拨现银一百万两 那么都是什么呢 向清政府来伸手 来要钱 要求拨款 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各个省 自己想办法筹借外债 借地方性的外债 可以说 少的是几十万 多的几百万 你不要讲这个两江总督张神俊 那么他在这个武昌起义之后 曾经自己 借了地方性的外债是七百万两 七百万两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很多地方都府 甚至要求什么呢 要求清政府 改变过去的做法 什么做法呢 就是清政府原来在预备立宪当中 曾经规定 就是各个地方 如果举借外债的话 必须要经过各个省的 资议局的同意 那么这个时候 清政府的地方都府是讲 说现在行政非常危急 说各个省再借外债 五庸交一 交资议局 一决 而地方都府要借债 他就自己可以借了 不必交这个资议局 由资议局来讨论 是不是可以 是不是同意 那么这些地方性的外债 表面上讲 说是地方上 自借自还 地方让我自己借 让我自己再想办法还 那么但是实际上 这些地方都府 很多时候是言不由衷 是希望自己借了之后 由中央来还 同样 两将总督张仁俊 他这曾经向清政府讲 说清政府应该呢 向各国公使声明 江宁就是两江 两江地区 江宁就是南京 向各国公使声明 江宁先后借款 共七百万两 统由国家担保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地方都府 把地方上所借的外债 这个负担 又重新推到了 清政府的中央政府 由中央政府来承担 或者我们现在话说 地方政府借债 由中央政府来买单 那么这是第三点 那么第四点 各个省的总督群府 不但他不去代替清政府 筹集中国应该对外赔款的一个部分 原来你们是要庚子赔款 分到各个省 各个省 这个省赔20万 那个省要35万 是吧 这地方都府 不但不去筹集这些款项 那么甚至提出来什么呢 要求清政府代替这些地方 去筹集这些赔款 你不讲 这个江西的巡抚 冯书魁 就要求呢 清政府的中央政府 将9月应解赔款 16万两 零 那就是16万两多 是吧 暂行贷筹 要求中央政府代替江西 去筹集江西应该承担的 这个庚子赔款 这16万两 就是把这个财政负担呢 那么又推交到了这个中央政府 那么这是第四点 那么第五点 那么各个省的这些总督巡抚 是吧 他除了前面所讲这些措施之外 那么还直接向清政府的皇室来伸手 从皇室身上的来凯游 那么这个地方都府经常讲 说现在全国的形势如何如何危急 财政如何如何紧张 金融如何如何的危迫 讲的形势非常危急 要求什么呢 要求清政府要颁发内唐 就是皇室皇帝自己 你要出钱 来解救这危机 那么1911年的11月3号 直立总督陈奎龙 他就给清政府打电报 说什么呢 说在庚子年 就是一核酸运动的时候 因为这个北京这个地面上 这个金融紧张 慈禧太后 曾经搬借了内唐一百万两 来解救当时这个世面紧张的情况 他说以这个为例 要求这个时候的龙玉太后 是吧 仿照慈禧太后 也要搬借内唐一百万两 帮助这个直立 解决像北京啊 天津啊 出现这种财政危机 东三省的总督赵尔逊 也讲 也要求清政府 要颁发内唐一百万两 以重根本 那么东三省总督 也要求清政府的皇室 你要把钱拿出来 要解救危机 那么这些人 是吧 他们表面上讲 说以后一旦这些地方形势好转了 然后再把钱再还给清政府 那么至于以后还还是不还 怎么还 那是以后的事情 是吧 那么直接呢 向清政府的皇室啊 那么来伸手 那么在1911年底 清政府的财政 我们前面讲了